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关于运动的项目的选择 第二点就是说 这是对所有的人群的运动的一个注意点 就是要注意热身 什么是热身呢 很多时候比如说你要去慢跑之前 你先快走啊 快走过五分钟到十分钟 让身体运动起来 血管活动起来 肌肉开始充血 这样一个热身的过程 能够对于防止损伤 有非常好的作用 第三点一定要注意循序渐进 特别是以前没有什么运动基础的人 比如说因为要运动来缓解高血压 一下子就强度加上 你一定要循序渐进 怎么是循序渐进呢 比如说你想跑步的 可能一开始 通过去散步 然后慢慢到快走 然后到慢跑 然后再慢慢到正常的跑步 这样一个过渡的过程 这个过程可能是两个星期 甚至更长一点 比如说你快走一个星期 然后快走没有问题了 下个星期你慢慢改成面跑了 慢跑了 然后再改成变速跑了 等等这些 然后运动量多少呢 这个多少呢 根据个人的情况而定 一般来说世界卫生组织呢 建议是每个人平均 一个星期大概是150分钟的运动时间 如果说每天运动30分钟的话 那么坚持一个星期坚持5天的话 这样一个量 但是不过你一开始 30分钟做不到 做个一刻钟 也可以慢慢慢慢从一刻钟 到20分钟 25分钟 再到半个小时 甚至以后到45分钟 这个都没有问题 不过呢 最好给自己有一段的时间 让自己的心肺功能去适应 这个运动的强度 还有运动的时间 OK 今天呢就讲了三个问题 高血压患者 运动的时候应该注意的 选择不要太高强度的运动 注意热身 然后循序渐进 好的 今天就讲到这里 希望对有高血压的患者 或者是有高血压患者的 这些家人的这些朋友 会有些帮助 我们下次再见